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收睇时事多面看 政府说为了压止新冠肺炎疫情 在社区继续扩散 宣布星期三起 进一步收紧四项防疫措施 包括所有公众地方强制佩戴口罩 全日禁止堂食 以及限聚令收紧至两人等 有效期至到下星期二 不过医学会认为 有关措施能不能够奏效 仍然受一些重要因素影响 本港连续第六日 新冠肺炎本地确诊单日破百中 今个月13日起的两个礼拜内 累积近1,030宗本地感染 当中492宗属于源头不明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下午主持防疫抗疫记者会 宣布再收紧四项防疫措施 星期三凌晨零时起床后 有效期七日至下星期二 有效措施包括刊献将强制 佩戴口罩的措施 由室内扩展至室外公众地方 只有饮食、食药和未满两岁等 由合理便解可以获得豁免 街边食烟亦不获豁免 为者定额罚款2000 最高罚5000 除了特定处所外 所有食肆全日禁止堂食 只可以外卖和外送 美食广场要关闭场所座位 酒吧需要继续关闭 针对餐饮业务的其他规定 例如进入有关厕所 要独体温和提供酒精搓手液等 就继续维持 至于限聚令 就由四人收紧至两人 住在同一户和公共交通上的人 可以获得豁免 而需要暂时停业的表列厕所 就新增体育厕所和游泳池 当局形容今次疫情是半年来最严峻 未来两至三个礼拜是关键时刻 强烈呼吁全港的雇主 尽量用他们的雇员在家工作 从而减低在早餐午餐时份 大量雇员因为要外出买饭盒 或者排队而引致聚集 这也是有感染的机会 就政府公务员来说 目前我们仍然需要在办公室工作的同事 都是真的有需要提供必要 以及更加服务的同事 很希望全港的雇主 雇员大家互相合作 另外市民应该配戴口罩的强制措施 以及注重个人和环境卫生 近洗手 更加应该暂停非必要的亲友聚会 或者在聚餐 甚至乎去街市的次数都要尽量减少 至于为什么不实施禁足令呢 张建宗说禁足令等同宵禁 要小心考虑 禁足令等同居家令 都是等同一个宵禁 香港实际环境这个 我觉得要做 一定要很小心很谨慎 不可以随便 谋谋言说 禁足令 因为这个是知识体大 影响深远的 是不是做到 也是一个难做高的问题 第二 我们香港很多人 是不煮饭的 所以如果晚上 你说连那个停工 什么外卖都没有 这样的话很多人生活有困难 也都带来真的很不便 医学会赞同全日禁止堂食 但认为也都需要其他措施配合 如果有很多里面是闪门的时候 可能令到有些市民 就要周围排队 也都会令到疫情方面 是交叉感染的风险提高的 所以变成一个协调 你最低限度能够 如果能够减少一些人上班最好 而且一定要确保市面上的 必须的服务必须的物资 如果不是一产生的恐慌 大家涌出来 去立刻站上牌 去四周抢 不够的一些不同的物资 其实可能会增加 在短期内增加感染功能 梁子超认为 若果响应程度不理想 政府应该考虑进一步减少企业营运 例如关闭商场等 另外政府也都宣布 未来一个星期开始进一步扩大 新冠病毒检测范围 检测扩展至到街市租户和员工 预计会覆盖接近300家街市 运输署也将检测覆盖至到 约14000名的小巴司机 而教育局将会将检测覆盖至到 约900名特殊学校宿舍的员工 而民政事务总署 也都会和东华三远合作 安排为较多确诊个案的 池云山区的居民做检测 先做了我们在池定村 和隔离一些公共屋邨的住户 起码两个星期内 我们可以完成整个测试的计划 当中也会为22座的楼宇 户数大概有13000多户 大概有4万多居民 就应该可以完成这个测试 政府说新覆盖的检测对象 初步估计涉及50几万人 由采样至检测 亦都是一条狼服务 疫情若果持续严峻 政府也都不排除进一步 向私营化验所直接购买检测服务 梁子超认为必须把检测需时 压缩为一日 又建议改装大学实验室 做检测中心 因为现在要等3至6日 才有实验室的报告 其实里面的传播已经全开了 你才找到个案出来 就不能够帮我们破火 就是我们的测试能力 能不能够动员到 不单止是外援 我想更重要是我们自己本身的大学方面 能不能够将科研的实验室里 全部转化 做一个比如说快速测检的实验室呢 张建中说 行政长官已经寻求中央协助抗疫 第一就是在检测上 希望我们加大我们的力量 做多些检测的能力 第二行政中也作出一个要求 中央也肯定了正面的回应 职业回应 希望中央协助我们在亚洲白难盘 短时间的一个方疯的医院 这个国家也是同意的 也都会尽快协助我们在这方面走 到时那里可以有个千个的 最多到两千个的位置 国家可以发到疫苗的 也都当然希望能够尽快 特别跟香港可以帮助香港 张建中说 中央高度关心香港 国家的后盾是很坚韵 目前中央在硬件上提供支援 而不是在医疗人员方面 大家无需过分担忧 政府星期一也都开始为期四个星期的 扩大监察试验计划 比有需要市民可以在指定普通科门诊诊所 领取深厚退役样本评做测试 医学会呼吁市民有真正需要先去领取 以免增加受感染风险 由精神科医生就提醒市民 注意精神健康 早上七点未够 全港多间普通科门诊诊所 都出现这个排队景象 他们都在等候领取 胸后脱液让半瓶的检测包 做新冠肺炎病毒测试 排队的市民根据地上的标示 隔开排队 保持社交距离 在长沙环政府合处门诊 一早早已经有过百人排队等候 排头位的市民凌晨三点多已经来到 近日接连出现本地个案的屯门区 屯门湖康诊所这里 也有约白人冒雨轮后 至于被指是疫情重灾区的东九龙 设在钻石山、釜山道的普通科门诊诊所 早早七点多 也有大批人排队等候 职员提早开门让市民进去等 这三间门诊都在十五分钟之内派了检测报 有住在疫情严重地区的市民 都是拿个报告交给公司交代 有市民到场之后才发现检测报已经派完 当然是失望了 有希望就变失望了 因为你一百个位置怎么能够取得到呢 人家会做 明天试一下六点半 我们自朝云山的 所以问政府 为什么是朝云山的居民到现在呢 政府有没有人去关心他们呢 那现在人家都不敢去那里 那我们又不想出来 为什么我们出来都惊 因为自己有没有疫症不知道 那会不会传到别人呢 你倒要想想身边的人 当局上星期六宣布 国大家强化验室监测计划 市民只要认为自己 高风险暴露在病毒之中 和有轻微不适 可以自行到全港22间普通科门诊诊所 领取里面有心喉唾液让本津的检测包 事前不需要医生诊诊 每间门诊星期一至星期五 早早7点半至8点半 会各派发110个检测包 市民要在三个工作天之内 指定时间交番样本津 之后三个工作天 如果没有接获通知 代表检测的过程阴性 计划先试行四个星期 医学会呼吁市民 有真正需要才去领取检测包 他又认为多人排队轮后 都会增加感染风险 梁子超形容 这波疫情非常严峻 但未至于全面失手 有精神科专科医生就说 第三波疫情之下 求助个案上升三成 也有病人出现一些焦虑症状 其实一个接触的个案 就是因为其实本身 因为他很担心疫情 他就出现一些焦虑的反应 包括我们身体的焦虑 心跳加速、血压上升 经常觉得个人很生气 他继而将自己觉得很生气 很热这种感觉 就不以为自己是发烧 因为这样 他一天可以检测身体体温 是十几次的 家庭科医生其实帮他做过测试 证实了他是新冠病毒是阴性的 但他回到家 两天之后 他又因为他的身体又紧张 他身体又生气 然后又觉得自己又发烧 于是就再去家庭医生再看 林美玲提醒市民 身心做好准备 适应疫下新常态 开心的事不妨做多一点 我们也是一个契机 可以认识多一点 家人多一点了解 增加感情 亦都令到我们培养多一点的亲子关系 亦都要留意多一点 所谓焦虑的症状 例如我们说 睡觉睡得差 持续的人都很担心紧张 例如身体出现变化 心跳加粗 手心无汗 血压上升 例如 总是觉得很多时候坐立不安 如果这些情况是持续的 是严重的 其实持续的可能多过两个星期 都睡得不好等等 其实是时候 亦都可能需要找一些专业人士 持续多面看 今集时间久了 再见 来 出发